经过接管局的治疗显示 百般局的流感也已经有新冠 对处跟其两个病院一般磊科 及神众科的主体疑似中奉用 侯耀民众在香港出国路由 应该注意个人卫生的安全 跟给团阵病的威胁 经济行政医卫生术一般的关系局 击击学生一般感染区制度 击击学生一般 在今年第二周 含今年第二周冬季比较 全国宛北人数 有4920人处 提升至1195人处 人数兵现增加 因流感病毒口水空气团渗给别人 每年的11月到下年的3月期间 是落落病毒顶病毒性 等于严流行的規制 击到存在期间 理由射到外动变化 击击的加速一般快速的散步 流行性感冒它耗发的时间都是在冬季 尤其是在12月份 然后慢慢到这个1月2月 尤其在春节这个时间 其实它是比较耗发的期间 那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是身体有一些疾病的心脏病 糖尿病或者是洗肾的患者 这些病患他们如果得到流行性感冒 其实是比较危险 有死亡的风险性 那所以虽然目前 台湾还没有很明显的流行 但是在国外 尤其像在美国或者是在日本 在韩国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在 流行的病例已经有开始在慢慢的增加的趋势 那尤其在过年这段时间 寒假 那我们国人出国去旅游的也是蛮频繁的 那在这么频繁的状况之下 也有可能把国外的病毒带回来 那如果你得到流感的话 通常它的症状会比较严重 那比较严重包含头痛 活龙痛 那甚至会肌肉酸痛 全身卷带四肢五粒 这些症状可能都有 另外也应该养生 当前以及病素后洗手的好习惯 营养均衡的因子 穿着的困民和运动 以兼状免疫力 经营兽革进感染流感 要派遍处置公共党合 团阅给别人 经营养卫生条件较低的地区理由 要注意 不清吃 不清喝 就处以养流感 弄弄病毒的危险 并价格团阅病的团部 先新闻状态城 普出其蔡宏报道